感谢主让我们又过了一个平安的一个礼拜 在盼望中我们来感谢我们的主 我们先来唱这首诗歌 开大你的喇叭,开大你的口 大声的来唱 我跟大家稍稍说一下 就是这一个歌呢 每一个字都要吐得很清楚 然后是要出来的很快速 今色的黎明主要再来 今色的黎明河淡光彩 山里湖寒山冲破云河 今色的黎明为你为我 今色的黎明河淡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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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里湖寒山冲破云河 今色的黎明河淡光彩 黄色的黎明 主要再来 每一个字唱着 主要再来 不要唱着 主要再来 不是这样的 主要再来 它有兴奋感 有它的重音在那里 来强调 来表达我的一种的情感的流露 好吧 所以除了第三行 稍稍有一点点的叫做 渲染式的这种的声音的唱法之外 其他的一二第四行 总共三行的部分 都是肯定的 为你 为我 它是一个胜利的一个宣告 再来一次 我们连续的就唱两次 请 我们连续的这个宣告 我们连续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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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歌 灯光彩 山里湖寒山 冲破云河 今色的黎明 为你 为我 今色的黎明 主要在爱 今色的黎明 和灯光彩 山里湖寒山 冲破云河 今色的黎明 为你 为我 祝账 今色的黎明 主要再来 今色的黎明 河淡光彩 山里湖寒山 冲破云河 今色的黎明 为你为我 今色的黎明 主要再来 今色的黎明 河淡光彩 山里湖寒山 冲破云河 今色的黎明 为你为我 来我们看一下 两百零一首 哈雷路亚 我们先唱一遍情 哈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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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視野 哈雷路亚 可雷路亚 全視野 Hallelujah Hallelujah Tame sang 주 Hallelujah Tame sang 주 赞美上主 哈利路亚 赞美上主 哈利路亚 赞美上主 哈利路亚 赞美上主 这首诗歌呢 哈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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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哈利路 都有一个斗点 那表示你在这个地方 是需要断句的 要换气 哈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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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赞美上主 每一句断句 每一句单句 每一句单句 好吗 留意这样的唱法 他这个歌开始就有一种的 冲净的节奏感 来表达我们的一种的兴奋 感谢 再来一次 请 哈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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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赞美上主 哈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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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ia 很简单的歌 很短的歌 文艺很清楚的 Halleluia 就是赞美神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就是这么简单的 所以有了这么好的韵律 就把它给对下来 好我们来唱一下 五百一十九首 我要称颂我主 你看风格马上就变了 这种不同的风格的歌 你要如何的让它在你的 个人的灵修 或者是带领别人敬拜 或者是领别人的一些的聚会 你是这些不同的风格的歌 你可以来说 这样子的交叉是可以合适的 这样的交叉好像有一点点的 有一点点的不同的感受 那我就把这一些不太一样的一种的风格的 我要称颂我主 你来看一看 合不合适在刚才的这几首歌里头 在他的这个前后的次序上 会不会有一些思考的地方 但是不论如何 我们用一首一首的歌来说 我们都说主啊 我感谢你 我可以来称颂我的主 我们就把这个歌整个的唱一遍 请 我可以来称颂我的歌 我要称颂我的歌 我心充满要感谢 我要称颂我主 我手向他举起 我心充满要感谢 我心充满要感谢 我要称颂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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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充满要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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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充满要感谢 我心充满要感谢 我们心充满要感谢 coming forward mig 我心充满要感谢 好像很不是那么那么的 不是那么那么的 这个就是每个人的感受 没有所谓的规矩 但是你可以去试着来思考这些的歌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stream 变成一个流动的方式 好 接着我们再来唱第145首 古中百合花 我们连续的就唱一次 请 主后耶稣是我良悠 有主的神万有 万人终究主是我最好领悠 主后是古中百合花 我唯一需要他 他能吸尽我 使我身解无瑕 悲伤是他来解忧 患难是他保佑 一切忧虑全放在主肩头 主是陈星陈南光华 是古中百合花 万人终究主最美好我爱他 做后把我忧伤带走一切忧愁 当我收拾贪嗣 他是我力量 我和圆心心来爱他 回调一切忧愁 他有能力放手 我为他而活 那日在天见住面 享受住爱感天 有快乐江河 常有之永远 主是陈星陈南光华 是古中百合花 万人终究主最美好我爱他 做后永不把我舍弃 我主怕的认识 我要终成心靠 尊心主之意 要后火奔上我身旁 人造何时不慌 主持马来喂养我灵的健壮 纵然世界击绝我 撒旦乃斯坦我 靠着耶稣能过的生生活 主持陈星陈南光华 是古中百合花 万人终究主最美好我爱他 这首诗歌呢 就是像我们在开始暖身的时候 一开头的时候 把这个拳头握着 放到我的这一个下额的后方 就是这个耳朵的后面 去弄运动的时候 就是让我的下额能够 很快的能够脏和脏和 上额是不会动的 所以是脏和脏和 让这个歌的共鸣的歌词 在我这个口腔的里面 在我的头腔的里面 在整个人的里面 它是有一个跳跃性的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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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耶稣是我良友 祝福耶稣是我良友 来试试看 不要唱着 祝福耶稣是我良友 有主的身万有 没有对错的问题 好吗 我们只有唱的更好的方式 来诠释这个诗歌 所以没有对错的问题 不是在谈对和错 是好和更好的一种方式 所以第一句就是 祝福耶稣是我良友 祝福 祝福 不要唱着 主是主耶稣是我良友 好吧就是每一个音阶都在跳动 在你的口腔的里面有共鸣 然后用着你的唇 用着你的舌头 把这个字很快的吐出来 好吧 再来一次 请 祝福耶稣是我良友 有主的身万有 万人终究 主是我最好灵友 祝福是故中百合华 我唯一需要他 他能洗尽我 使我身解无瑕 悲伤是他来解忧 患难是他保佑 一切忧虑全放在主肩头 祝是成心成难光华 是故中百合华 万人终究主最美好 我爱他 祝福把我忧伤单去 带走一切忧愁 当我收拾贪吃 他是我力量 我何愿进行来爱他 毁掉一切偶像 他又能力放手 我为他而活 那日在天见着面 享受着爱感天 有好快乐江河 常留之永远 祝是成心灿难光华 是故中百合华 万人终究主最美好 我爱他 祝福永远不把我舍弃 我祝福的认识 我要从尘心靠尊心主之一 要后火奔上我身旁 人造何事不慌 祝此马来喂养我灵的健壮 纵然世界几绝我 撒旦乃斯坦 我靠着耶稣能过的生生活 祝是成心灿难光华 是故中百合华 万人终究主最美好 我爱他 看这个歌词的第一节 主耶稣是我良有的有 有主得胜万有 所以他是有押韵的 你知道我讲的意思 就是说他这个 很多的字的一种的配合 常翻译过来 要让他能够有 这种原始的这种的韵味 做这类的工作 相当的不简单的 相当的不简单 然后你看一下 到第三节 就是倒数的第四行 主永不把我舍弃 然后请你跳到下面一句 我要忠诚信靠 遵行主旨意 在这一种的文艺的当中 他先说主神的属性 主不会把我舍弃 我应该要如何 我要忠诚信靠 所以我是一个faithful 一个信实的人 因为神是信实的 所以这一类的诗歌 就是说 我常常跟周围 童工提起来就是 他这种的是一个对手戏 上帝永不把我舍弃 所以我要同样的对他 也是忠诚信实 这种的对手戏 就是我们的一种的主观的观念 而不是被动式的 矮版的 所以我们的生活和在困难当中的时候的生活的一个态度 也是需要如此 因为环境很差 但主不会把我舍弃 所以我也要忠诚的信靠来回应他 这就是对手戏 而不是环境很差 所以他不理我了 这是我的反应 但这个反应是不完整的 或者是错误的 所以你明白这类的诗歌 或者叫做更好的诗歌 是可以帮助我们在生命的当中 在生活的当中 来行进 而且有他的乐调 来帮助我们有一个乐观的态度 来面对我们的生活 好我们来看一下251首 有识 哈雷路亚 251首 有识 哈雷路亚 试着也把这首歌 能够背多少算多少 但是尽量的把这一些的文艺跟曲调 是一些好的诗歌 变成我的诗歌 变成我自己的诗歌 让我唱的时候 我先得到这个诗歌的祝福和好处 因为那感动作者的圣灵 今天仍然可以感动我们 请 有识 哈雷路亚 有识 赞美主 有识 肉身 清藏 同行起身 送羊 让我们起身 通常 向天去目高 身送羊 哦 让我们抱他 主的很爱 起来 向主 高 身 歌 唱 又是 哈雷路亚 又是 赞美主 又是 肉身 清唱 同行起身 送羊 让我们 尽 尽 换 补兴 只有 自在地 卡 声唱 让我们 别开 躊躬 与 烦恼 犹如 祝快乐 与 换 藏 有识 阿雷路亚 有识 赞美主 又是肉身轻潮 同心轻声松扬 当主与我们同仗 欢呼歌声到处摇摇 哦让我们歌颂求主之爱 愿主之爱变几个法 又是阿里路亚 又是赞美主 又是肉身轻潮 同心轻声松扬 让神灵只有运行 充满我们的全身体 神父神之神灵我愿爱你 愿是人都能认识你 又是阿里路亚 又是赞美主 又是肉身轻潮 同心轻声松扬 常常跟大家提起来说 如果我们有一个所谓的宗教的比较 我从来不把我的信仰当作是一个宗教 对我来说他是唯一和单一的 但是如果我们要跟别人说 你看看我所信的耶稣有多么的特别 你看一下第四行 他谈到让我们报答主的恩爱 那恩爱可能是男女之间的关系 夫妻之间的关系或者是父母孩子孩子 父母之间的关系可能都有的 然后你看到倒数第三行 哦让我们歌颂救主慈爱 救主的爱 然后你看到最后的一行 圣父圣子圣明 我愿爱你 你可以看到这一个歌词的文艺 或者我们的信仰的一个内涵 如果可以跟别的宗教去比较 没得比的 我是指说这一种的观念性 是没有得比的 爱在圣经里头的爱 有神圣的爱 神的爱是一个意志的爱 但是他也有情感的爱 意志的爱是爱不可爱的 爱我的仇敌 为我的仇敌祷告 他是用爱来阐述的 然后用情感的爱 朋友的爱 这种喜欢 多半是不能够用命令式的 而是一种自然的情感的流露 就我们如果可以去跟别的 黑黑的脸的这个烧着香 供着香的这个庙里头的东西 都是让人有一种惊怕 惊一种的惧怕畏惧的 而且多半都是一种实用性的方式 你为什么要去拜他 因为我想要得到一些好处 但是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 神为我们在还做罪人的时候 就为我们的死 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 就是我们这几个礼拜在唱的 这一个寿烂节的四歌 今天我们要唱复活节的四歌 所以他就把这个爱的行动和观念 在这些圣经里头表达出来 在歌词里头表达出来 因为你可以明白 爱会有一些的强迫性命令式 但有很多的时候 他是盼望我们能够主动的回应 上帝给我们的爱的一种的表达 所以这类的诗歌 哈利路亚并不是因为我们唱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就是在希伯来文在旧约的时候 他们所写的这一个的翻译哈利路亚 但是到了新约的部分就用了很多的希腊文写 那希腊文写就是哈利路亚 所以并没有什么差别 同样的意思 只是唱的时候你留意就好了 好吗 再来一次 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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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肉身清长 同行其身松阳 好 大家请坐 休息一下 也来看一下圣经当中给我们的一些的教导 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 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就打在荧幕上 普丹姐妹请你慢慢的练 然后我们把两张的这个slides把它给读完 请 李德前书四章六节 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 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 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 李德前书三章十九到二十节 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 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 神容忍等待的时候 不信从的人 当时进入方舟 借着水得救的不多 只有八个人 谢谢 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张的经文 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 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 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 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十七到六十一节 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 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 他也是耶稣的门徒 这人去见比拉多 求耶稣的身体 比拉多就吩咐给他 约瑟取了身体 用干净细麻布裹好 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 就是他凿在盘石里的 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 有莫达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 对着坟墓坐着 谢谢 天府我们求告你让这些的经文 今天在你过去的奇事的当中 今天仍然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发挥作用 求你自己来行进我们当中 读你话语的引导和你的成全 是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我们看一下前面的一章 这个的经文 就是这个彼得前书的 前面的一章的这个经文 刚刚我们所练的 这个经文呢 就是在我们唱诗歌的时候 等一下我们也会唱一首诗歌 主在分母海水 耶稣我救主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这一个文词写的是说 耶稣睡在那里 但是耶稣的灵去到哪里了呢 这个地方就给了我们一些的参考的 一些的经文 所以刚才所读的这一个彼得前书 那乃是是说 耶稣的灵和神的灵 去到了阴间 然后呢 他就在那个地方传福音给死人 那我个地方有写一个参考的经文 是说把这个 工作呢 他的对象是对着 在洪水淹没之前 的一个特殊的一群人 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九到二十节 那我跟诸位说 今天我们不是在这里解释这个经文 我只是告诉诸位一个信息 这个信息就是 神一直在工作 他不休息 他也不打顿 阴间是怎么来的 地域是怎么来的 是神创造发明的 所以他有使用权 他也有审判权 他也有执行的权利 在这样子的理念 你就会发现 耶稣在三天的 所谓安葬在坟墓里的时候 他不是就 矮板的就 坐在那里 等着 或者他在睡觉 不是 他还在工作 然后在这个经文的当中 你同时会发现 人离开了这个世界之后 人死后的灵 是活动的 是活动的 那至于在天堂 或者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他是在活动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们用人的话语来记载的时候 就是看这个肉体 他是睡着的 所以每一个人 在经历过这个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都会被呼叫起来 复活 然后神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 所以这个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六节和三章十九到二十节是给大家一个参考的经文来说 神在这三天的复活之前的这一个过程 他在做什么 这个记载在彼得前书乃是在这里 因为彼得曾经去问耶稣说 你钉了十字架之后 你在做什么 神就给他这样子的一些的信息 好我们看下面的一个经文就是刚刚提到的马太福音 这一段的经文呢 也是对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乃是当耶稣的肉体死亡了之后 他是被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照着当时的罗马的律法 他们的法律规定 钉死十字架的人是不能够胀的 他的身体被取下来 就丢到耶路撒冷的一个心嫩之骨 就是他们的垃圾场 乱七八糟不要的东西就往里头扔的 人的尸体也是这样 因为被处死的定十字架的人不是罗马人 是殖民地的人 所以他们是没有身份去安葬的 明白这个观念吗 因为你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 就让我们能够陈述说 在这个 以赛亚书在旧约的里面就说 他要与财主同葬 他已经预言了 但是谁来做这一件事呢 就是这个约瑟 这个约瑟把自己要安葬的灯木的一个位置 在他以后过世的时候 他自己要使用的 他把他让出了 然后让耶稣来用 同时他也要有一个相当大的勇气跟勇敢 能够来到彼拉多的人的面 彼拉多的面前 是神长是寻服 能够要求把耶稣的身体给取回来 那我也可以告诉诸位 犹太人喜欢这个工作这样子的处置吗 这是一个问题 下面一个问题 如果没有这一个约瑟来要求这个耶稣的身体的话 一定还有别的人会去做 因为神的预言一定会实现的 那至于是谁实现这一个预言 这就是今天我们可以去分享的 他把他自己未来要安葬自己的一块地方 让出来给耶稣使用 所以当我们在让这一个故事陈述下去的时候 就是第61节 有摩大纳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 对着坟墓坐着 那表示是说有一些对耶稣的非常有深刻关系的人 他们一直在关注这件事情 那这样的一个背景的里面 就告诉了我们 耶稣的埋葬是真实的 因为有名有姓 他不是一个虚假的事 那反过来 如果耶稣是被丢在新人子骨子里面 没有这个约瑟 可应该还有别的人 会出来去做这一件神的预言的事 但是如果没有这一个故事 耶稣就丢在新人子骨里面 这一个耶稣的复活 在坟墓里的复活 不是在垃圾场的复活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因为那新人子骨很高的丢下去的东西 人不方便去到那里去做什么厨制的 下面的这些故事的记载 就不能够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 耶稣的安葬被裹着白布 然后有人在那里看着 然后记载着说 有天他们把石头滚着 挡住这一个坟墓 然后复活的时候 石头滚开了 有两个天使坐在那里 这些的记载乃是因为有一个约瑟走这件事 这样的经文对我个人来说 或者对我们同工来说 乃是我们不能够明白我们在跟着主走的这个过程的里面 我们跟主的关系和对他的回应是什么 就像刚刚所唱的那些诗歌一样 但是我们愿意在这一件事上把自己放下 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放下 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放下 让主使用 这一个耶稣的复活的证据和今天永活的灵在我们的身上的一种的陈述 就会被记载在圣经的里面 让我们能够持守 也为着约瑟感恩 因为他把自己最主要的一个位置放出来 让耶稣来使用 也因着这个缘故 这个经文就被呈现在主位的面前 有一天如果我们到了天上 看望我们也能够见到约瑟 告诉他他这么慷慨的 这么有爱心的 在整个七十个这个犹太的工会的里面 大概有两个人名字被记载在这上面的 一个是约瑟 一个就是利格蒂姆 约翰福音三章里面所提到的这一位 夜间来见耶稣的文士 盼望我们能够见到他们 盼望我们也能够在今天活着的时候 能够学习他们的慷慨 把最好的献给主 而献给主的时候 不知道在整个的这个过程的里面 他站在什么样的位置 但是诸位 因着他把他的自己使用的文目 让主来使用 因着他不去介意那一些犹太人 要对他的攻击 对他的批评 他也勇敢的去找到彼拉多 跟他要求耶稣的身体 这些勇敢 或者在这个勇敢的背后的 对神的属性的认知的一种的热情 就驱动了他放弃自己的位置 把自己的坟墓 以后要使用的 让耶稣来先用 这就是我们的人生 我们有这样的热情 有这样的勇敢 在不知道整个的过程的里面 我们不过就做一步 我们对耶稣的救恩的回应 这就会成为 点点点点点 很多的点就会变成很多的线条 很多的线条 就会变成一个图画 这就是今天约瑟的一个位置 也是我们的一个位置 愿意主把这样的一个信息 放在我们的面前 让我们能够回应这一个约瑟的榜样 有勇敢 也不保留的 把自己最好的 为自己所预备的 拿出来让主使用 我们就为此感谢主 求告圣灵来 亲自的对我们众人说话 主啊在你的复活的日子 在你受死的日子 有人在祭奠你 愿意与你同工 把自己的坟墓 所要使用的这一个权力 交在主的手中 让主能够安葬在坟墓里 以致我们可以有更多 复活的记载 感谢你 让我们有像约瑟这样的心意 因为你的预言 一定是会成全的 我们也愿意做一个约瑟 这些预言就 发表在我们的身上 让我们成为一个 被你选中的人 这就是你的预定 我们为此感恩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你要坐着站着 我们下面来碰几首 我们的复活节 或者是受难节的诗歌 一种的混合 我们来看一下第194首 这首诗歌呢 诸位也已经唱过了好多遍 主要的一个文艺的表达就是 让这个歌能够很轻的 把这个字的文艺 一个接一个的流畅出来 跟我们刚刚唱的这一个 又是阿里路亚 不太不太一样的一种的表述 也跟我们的古中百合花 不一样的表述 好吗 你试着能够 把不同的风格的诗歌 在不同的场景的里面 能够把它抓住一些 来 我们唱一遍这首诗歌 请 爱在我主 不抱雪流出 甘心替我受苦 归众生帝为我定时 爱我罪然如此 是赞因我所犯的罪 是诸诗诗家宣估 无限自卑 无量安慰 如山 如海 光大 大地昏暗 红日消失 平常一切荣光 正当基督教主耶稣 为人当罪失望 我今年祝诗司 我今年祝是世家 我替眼泪纵然流尽 不能报答诸心 愿将身心完全奉献 满足他的爱情 你看一下第二节的歌词的最后一句 爱我罪人如此 它是用一个爱来陈述 怎么陈述呢? 贵重身体为我钉死 然后你看到这种歌它的美善 我一直提到这个好的歌和更好歌的一种的区隔 你看一下最后一行 愿将身心完全奉献 满足他的爱情 满足他的爱情 没有说满足他的命令 满足他的需要 不是 这是一个对手戏 是神跟人 人跟神的一个回应 所以这一类的诗歌 能够帮助我们 更深刻的体会 神爱我们 不单单是一个过去诗 而是现今我对于他的爱 要如何的回应 好吗? 盼望你能够把这一类的诗歌呢 在下面一首诗歌 我们来看一下第199首 我们放第一个的这一首的录音 这首诗歌非常的简单 就是曼子已列成两片 你看一下副歌就是第五行第四行 曼子已列成两片 这个是记载在圣经的里面 当耶稣被钉之后 他断气了之后 天地大震动 然后圣殿里头的这个木 很厚的一个木 断成两片 把人跟神之间的阻隔 因作耶稣的受死 所谓的纵向上下之间 神和人之间 人和神之间 因着耶稣被钉在指指甲上 这个曼子落开 神跟人 人跟神就有一个直接的联系了 借着耶稣 因而 你先听一下这个歌 因为我们今天会放两个不同的版本 来给诸位来 或者是让你能够有一点的分辨 或者有一点的取舍 再说一次 没有所谓对错的问题 而是在一个不同的场景 这个歌要如何的成熟 来我们也可以跟着这个歌唱 一百九十九首 或者你用听的 你自己来选择 跟着这个歌唱 《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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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演奏》 中文章 《演奏》 本集上讲 满子已列成两遍 看曾经有幻的人子 看他已清楚显现 看他是大人的主宰 满子已列成两遍 看他是大人的主宰 满子已列成两遍 他现在真为你祷告 与父神一同在天 他是神喜悦的爱子 他是满列成两遍 看曾经有幻的人子 看他已清楚显现 看他是大人的主宰 满子已列成两遍 看他是大人的主宰 满子已列成两遍 满子已列成两遍 他已列成两遍 看他是大人的主宰 男子一列成两片 看他是大人的主宰 男子一列成两片 好 我们来看下一首的诗歌 同样的一百九十九首 请 从前我容美的基督 经常做人看不见 但他曾经忧伤失望 男子一列成两片 看曾经要翻的人子 看他已经出现现 看他是大人的主宰 男子一列成两片 看他是大人的主宰 男子一列成两片 他现在正为你祷告 日父神与同在天 他是神喜悦的孩子 他是满列成两片 看曾经有还的人子 看他已经出现现 看他已经出现现 看他是大人的主宰 男子一列成两片 看他是大人的主宰 男子一列成两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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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是大人的主宰 男子一列成两片 看他是大人的主宰 看他是大人的主宰 所谓我们不能够去明白 上帝的救恩的奇妙 乃是他是一种非常强烈的 对比的一种的陈述 是一般我们的逻辑 想不出来的一种的方式 副歌里头说 常经忧患的人子 看哪儿 常经忧患的人子 然后他说他已经清楚显现 他怎么显现的 在一个十字架上 是一个全身脱光光 被剥光的一种的状态 被钉在那里 一个极度的羞辱 非常不人道的一种的方式 这种的惊奇性 乃是在这个副歌的下面一句说 他是大人的主宰 所以圣殿里头的这个墓 分隔开来了 但是怎么样被矩阵出来呢 是在一个羞辱的一种的状态里头 被钉在十字架上 这就是 我们的信仰的里面的一种的惊奇 哦你说他已经显现了 或者我们以前读过说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 乃是指着他要如何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那死和荣耀 荣耀和死 他的转折点就在于死亡就会带出荣耀 这一类的经文或者说我们的信仰的给我们的惊奇 就在这一个图画的里面 就在这一个歌词的文字的里面表达出来 因而你说两个不同的版本的录音 它要带出什么样子的一种的 陈述呢 我不能够说这是全部的答案 这个是要每一个人自己去体会的 第一个的录音的版本是比较个人性的 或者是你的默想或者是你在受难节的 节期的时间去思想耶稣的救恩如何的被发现 或者他如何的主动的陈述他的救恩 第二个版本的录音可能是一个宣告 宣告他是大人的主宰 曼子已列成两篇 他所强调的来是一个新的篇章的开始 一个新的希望一个新的盼望的一个陈述 耶稣已经复活了 他已经把人神和人之间的逐格 借着耶稣的死 以无罪的替代有罪的 来让神和人之间的逐格把它区隔开 搬开来了 因而我们能够明白 歌实际上是有很多种不同的伴奏 不同的陈述 诠释 它不应该是只有一个的版本 但是如果你可以在一个最基本的学习上 达到了一个最所谓完整的陈述之后 你就一直在唱 一直在唱 圣灵会给你一些不同的看见 来表达他会要做新的事情 这样一种的诗歌的陈述 好吗 我们再回到这首251首 有时 阿里路亚 这首歌呢 就是有时轻柔声轻唱 柔声轻唱 是一个非常个人的 也可能是一个集体的同心 就是有很多的人一起来唱 但是你是带着一种的认知 对神的救恩 对神爱的一种的回应的一种的对手心 好吗 等到到了最后一节 圣父圣子圣灵 我愿爱你 愿世人都能认识你 然后这个曲变成了一个又提升上去 这种就是他们的更好的诗歌的一种的陈述 圣父圣子圣灵 我愿爱你 愿世人都能认识你 知道我讲的意思吗 就是非常的特别的一种的陈述 来 我们再把这首诗歌 你坐着唱也好 站着唱也好 请 有时阿里路亚 有时赞美主 有时肉身清藏 同心起身松阳 让我们起身同藏 向天去木高声松阳 哦 让我们抱他主的很爱 起来向主高声歌唱 有时阿里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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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赞美主 有时肉身清藏 同心起身松阳 让我们渐渐反思 自由自在地高声唱 让我们跌开抽苦与烦恼 有时阿里路云 是阿里路亚 有时阿里路亚 有时赞美主 有时肉身清藏 同心起身松阳 当主与我们同胀 欢呼歌声到处摇摇 哦让我们歌颂求主之爱 愿主之爱变几个怕 又是阿里路亚 又是赞美主 又是老身清长 同行起山松阳 让神灵之遥运行 充满我们的全身体 神父神之神灵我远海里 愿世人都能认识你 又是阿里路亚 又是赞美主 又是老身清长 同行起山松阳 感谢主我们能够经理这些诗歌的陈述 在我们的面前 享受这些诗歌 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诗歌 然后可以去分享这个诗歌 这就是这首 圣父圣子圣灵 我愿爱你 让世人都能认识你 就是借着我们不同的方式的见证 这就是我们的见证 谢谢主 也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今天的课就停在这里 感谢主